Hello大家好我是白醋 一个又酷又作又可爱的反派角色 今天不是专门给男生出了一期视频吗 教你们如何和女生接触 没想到这期视频要得到非常好的反响 因为最近在私信里经常收到一些男孩子给我的私信 内容是这样子的 白醋女朋友是找到了 但是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呀 正常是一个男生会遇到的世界性难题是不是 不过没有关系 我呢作为一个反派角色 这问题会难倒我吗 笔记本准备好别的不说 教你把自己女朋友宠上天 那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个思路 那就是对自己女朋友好的行为 绝对不是舔狗的行为 你别忘了 自己女朋友那可是自己人呀 你对她好不就是对你自己好吗 你把她哄得乐呵呵的 不就是把你自己哄得乐呵呵的吗 所以对咱们自己女朋友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耐心 因为你一定要明白一点 就是我们女生呢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生物 就是我们只会对自己在意的 喜欢的人有情绪有脾气 就对于那些我们不在意的人真的是一副 可不然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就这种状态知道吗 特别是当我们和自己的男朋友正在闹小情绪的时候 原本等着自己男朋友过来哄我们 结果信心一来 打开一看 是别的男生发过来的消息 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很不好 我思来想去呢 今天还是直接给你们男生出个公式好了 有你们看公式会看的比较清晰对不对 首先 你女朋友开开心心 等于你万事大忌 你万事大忌 等于你事业生活顺顺利利 你事业生活顺顺利利 等于你走向人生巅峰 你走向人生巅峰 等于女朋友变老婆 开开心心 从此 你就进入了一个完美的循环里 所以 千万不要惹自己女朋友生气 因为一旦她生气了 那么你 就会陷入困境 为了自己今后的幸福人生 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 那你干嘛 哄呀 鉴于呢 有几个别的男生 虽然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有女朋友的 连自己女朋友到底没有生气都分不出来 所以我们先说一说 女朋友生气的表现行为 撅嘴 捶你 暂时性失聪 我不是 我不按 你不要碰我 后来没什么好处的了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你一个人过吧 扭头就走 你可以 当面哭泣 欺负我 你都知道欺负我 OK 下面进入正式环节 女朋友生气到底要怎么吼 一 质问原因 在这里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十分经典的片段 就是有男生呢 发现自己女朋友生气了之后 不管三七二一只能跑过去认错 这时候女生就会问了 说 哪里错了 然后男生就这样回答 我哪都错了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女朋友更加生气了 我想告诉你为什么女生会更加生气 因为哪都错了 是一句 会让我们女生觉得你为了摆脱当前困境 而迫不得已说的一句极为敷衍的话 我忙出来赞顾你肯定有人在小声嗶嗶说 没错 老子就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但是这种盲目的道歉呢 就真的会让我们女生觉得你这是态度上的问题 因为你亚根就不在乎我们为什么生气 所以我们就会发泄性的去认为 你是不是也亚根不在乎我们这个人 然后我们这期内容就不要吐槽去孩子做爱什么的 就不要再有恶意 因为男生和女生本身在思考问题上的角度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呢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不等就问 直接去问 只问原因 举个例子 你可以直接去问他 宝贝 我看你生气真的比你还着急 我特别希望你天天开开心心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哪里做的不好惹到你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原因呢 这时候呢 女朋友就会告诉你她生气的原因了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想要天包小黑盒手霸的富雷石原氧锅面膜 我都知道给你买皮肤买手霸的 你却连我想要的面膜都不愿意给我买 但是这东西又不是很贵 我自己又不是买不起 但是你作为我男朋友 你也对我太不上心了吧 你看 虽然她仍旧气鼓鼓的对你一顿说 但是 这不直接就把标准答案跳出来了吗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买它 当然 就是我们女生有时候也会 说说一些让你们男生完全无法理解 甚至当下恨不得拍桌子 直接大喊一句 这样的生气的原因 但是 一定要忍住好吗 因为你这不是想哄女朋友开心吗 就她既然选择把这个原因告诉你了 那你就要努力尝试去接受她 就千万不要再选择这个时候再和女朋友真乐了 因为你一真乐 那她这个情绪一瞬间 又被点燃了 而且容易从这个原本生气的情绪 直接转化为 想要和你吵架那种不分青红造白的战斗模式 那这个时候呢 就到了我们的第二招 道歉 那这个时候的道歉呢 就属于比较有诚意的道歉了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女朋友生气的原因不是吗 好我们接刚刚的例子 因为我们女生呢 就是很注重细节的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去隐瞒我们什么 直接把你当下的状况坦白的告诉我们就好 你完全可以直说的 嗯 宝贝 对不起啊 我最近真的太忙了 忘记给你去买了 但绝对不是不愿意给你买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这个面膜呢 是熬夜导神器 嗯 而且是你用过目前最好用的保湿产品 对不对 你看嘛 我心里真的麻烦都是你 但是这次真的太粗心了 我的锅我杯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不错了 原谅我好吗 然后就到了第三招 不要脸加逗逼模式 我先给你们看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影视片段吧 说话呀 不说话这事难过得去吗 小林 这十几年 你每次跟我发脾气 我都百看不厌 你美得不可防悟 我不能打断 看看吧 这就是你的审美 选的东西永远都是那么漂亮 那么准确 完美好 我贵心就是啊 好 只要你吃 你让我做什么东西啊 怎么样啊 我喂你啊 不用 看到没有 知道怎么做了吧 不要脸 不要脸加 崩去逗逼 是能抵消我们生气的一种极为无赖的方式 一首freestyle送给大家 你看这个面膜它又掰又嫩 你看这个面膜它又大又圆 就像我的笑脸它又掰又嫩 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款 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月 万一某一瞬间你的女朋友突然被你逗笑了 那她就再也回不到刚刚生气的状态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强行来一套轻轻抱抱举高高 或者说故意模仿她刚刚生气的样子 相信我就是她会一瞬间变成那种 哎呀你好讨厌哦 然后翻起个白眼 你们就和好啦 第四招也是绝招 那就是买买买 这种呢一定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买买买 这种适合就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 自己也意识到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但是女朋友好像怎么都哄不好 又气一直没有消 然后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诚意 从精神到物质上对她进行这种双重公式 那肯定有男生要问了 那我送她什么号呢 没错 就送她 富雷诗玫瑰润泽集密保湿双效睡眠面膜 补水又锁水 敷上直接睡 熬夜神气 玫瑰精脆 男女通用 烂人必备 我可真是个广告小天才呀 艾美呢是女孩子的天性 我今天反复提到的富雷诗 真的是任何的女孩子都不会拒绝的品牌 特别是我推荐的这款面膜 它是有这种礼盒包装的 所以说你可以买来直接送人的 主要产品真的是很好用 我给你买给自己女朋友试试看嘛 当然啦 其实能让我们女孩子开心的 不止只是礼物本身 而是你愿意为了她花心思 花时间去准备礼物准备惊喜 这种被重视和被疼爱的感觉 虽然女朋友生气的时候 有些无理取闹 而且红起来呢 有时候又会比较麻烦 但是 但是 是 是 对 对